上次我們講到 司馬銀龍問起林嚴威的人怎樣 喬子玉的人真的很爽直 他說 我就知人兄你不理世事 其實我們各位兄弟 都是以採藥耕田打獵為生 只是因為官府渣差逼稅 搞到我們沒有路走 再加上年年災害 你外父林嚴威 雖然是沒有林英雄 但是他私下勾結官府 是開封一大象勢欺人 手掛文枝文膏 我們為了不餓死 才聯合起來抗糧 又關於林嚴威什麼事 怎知他偏偏幫官府催糧 還趁火打劫 搞到逼死人命 我們吞不下那口氣 就聯合起來殺了一些打手 林嚴威不睡 又是勾結官府 連我們連村都燒賣 搞到我們有國難奔 有家難回 所以才佔山為王 我們雖然做草構 但是心存忠義 一不害忠良孝子 二不害百姓 三不奸淫邪道 怎知那個林嚴威 還是不肯放過我們 多次來圍山 幸好我們憑著地利合力防守 這樣才不止於被他斬盡殺絕 所以正說求賢底 罵林嚴威是衰公 請司馬仁兄弟多多原諒 啊 司馬銀龍聽完 倒臭了有冷氣 他心想 啊 原來外父是個這樣的人 俗語說 有其父必有其女 看來那個林彩萍小姐 都不方言為了 即是說 我原先打算推了為這頭親事 都沒有錯了 不過 我常言有話 以聽為虛 眼見為失 那不然也來了 唉 不如去開封看看 怎樣才算呢 於是 他就說 啊 我一直都 沒有過外父大人的訊息 那不知道 他究竟是個怎樣的人 這次去開封 我一定向他 講明利害 勸他重善 那就是了 喬子玉他們聽司馬銀龍這樣說 亦都表示贊同 那第二 司馬銀龍就要遲行下山了 喬子玉 裘兆基 是哪捨得他走啊 是都要和司馬銀龍結拜為兄弟 那司馬銀龍一尾推辭 但是怎樣都頂不住 喬子玉他們誠意欺求 那唯有答應了 那不用說 答應了當然有很多意思 我們就不一一講他了 又是住了十日左右 司馬銀龍和方賽錄就辭別了烏龍山的眾位英雄 喜晴去開封了 兩個人來到開封 見到三階六市買賣興隆 不愧為中原的好地方 他們首先找了一間客棧落腳 然後寫了一張紅帖 找到了林府 那司徒兩個呢 見到林府 高門大戶氣派不凡 方賽錄就拿著一張紅帖走上石級 立即有人過來問 找誰啊 勞煩大哥通報聲 江南司馬相公前來拜見泰山大人 有沒有明天啊 有啊 嗯 等著啊 我和你去通報啊 那人就進去了 林嚴威這時候 坐在正堂 只見他身高七尺幾 面色微微有點黃 花白的劍眉直插入奔 一對虎眼黑白分明 大鼻頭四放口 有黑有白的鬍鬚倒到到空前 頭戴鵝黃鴨尾巾 身穿古銅式 手著複製的緊身短打 內襯白醜衣 戴一條淺啡色的腰帶 外面就炸了自鵝黃軟短大披風 當他接過張貼來看的時候 嘩 即是大黑驚 哎呀 江南司馬銀龍動手敗 哎呀 你這個年輕人還沒死嗎 喂 司馬銀龍現在在哪裡呀 在大門外面 來了幾個人呀 只有一個人跟過來 好 你傳我的說話 就說我有時 沒有空立即見他 請他去上網喝茶先 等著我才去見他們 是 那林嚴威吩咐了下人之後 就馬上叫了兩個人出來 這兩個人呀 一個叫做陰陽線段大鵬 一個叫做生壽都恩德成 他們兩個呢 都是林嚴威的智囊人物 林虎標局有親什麼麻煩事 而林嚴威當然是找他們出主意想辦法 今天 因為司馬銀龍突然來訪 林嚴威一時不知道怎樣處置 所以 他就馬上請了兩位九頭軍師出來 如果 殷德成就說 呃 不知道標局有什麼緊要事呢 啊 兩位先生 有所不知 當初 我和山海關總兵 在席上 陳敬恩早後棄然 答應了把小女採平 許配給他的兒子司馬銀龍 嗯 後來 司馬家身犯貿易大罪 諸聯了很多人 也因為 我有這段氣言 所以 才從杭州前來開封 免得受到牽連 自此之後 兩家就沒有來往了 唉 前三年 我將小女 另外許配給開封府 找顧一平大人的兒子 就是等他來提親 小女就知道家過門了 怎知現在 又半路殺了個程咬金 唉 原來司馬銀龍的臭小子 他還未曾死 這次肯定來提這件事了 我如果和顧大人委婚約 勢必又會得罪開封府尹 那就不單止我家標局要倒閉 全家都可能有麻煩 那如果不委婚約 我就怎麼打發這個司馬銀龍呢 故此 就請兩位先生 幫我出個主意 段大鵬聽了之後 裂一裂下爬那隻羊背鬍 好陰濕地說 嘿嘿嘿嘿 那豈不是好疑呢 隨便花點錢 屬小姐的跟貼 那就叫司馬銀龍另外選個人 和臨虎一刀兩斷 那就賀了 唉 那如果他不肯呢 有錢就能用鬼推摸 多給他幾兩銀 我怕他就會跪著出門口 嘿嘿嘿嘿 唉 不是這樣說 他千里吊吊禮都 就不是為了錢呢 恩德成也插嘴說 我們 來過先禮而後兵 那現在呢 就由我們兩個出去以錢贖帖 如果他答應了 那便怎麼點都沒那麼電 如果不肯答應了 那便唯有標掌你親自出馬 我怎麼出馬 恩德成就如此謝歡 正在林嚴威的耳朵邊說了幾句 講到林嚴威頻頻點頭大喊好幾句 然後三個人就啪啪聲奸召起來了 那陰陽師兄段大鵬和生壽都恩德成兩個人來到相訪 見到了司馬銀龍和方蔡露 段大鵬對司馬銀龍深深一泣 他說 相公遠度而來辛苦 辛苦了 林彪掌是因為身體有些不太舒服 所以就不便出來 那有句話呢 就叫我轉告給你聽 哦 既然泰山大人肉體欠安 那小勢我 好應該床前問候 既然有說話了 那先生你不妨即講 好好好 那當初呢 兩家和好 激錢定親 那純屬是父輩酒侯其然 那尤其事到如今 恐怕都很難以結秦進之好 那天在相公千里條條以來 所以 那標掌呢 願意振銀一百兩 想熟一張庚貼 請相公速回家鄉 另擇兩元 好嗎 欣德成日在旁邊加把口 他說 是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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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兩正奇美咯 相公行物推辭 行物推辭 跟手 他就遞了一個大紅包裹給銀龍 司馬銀龍聽了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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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想 林家這頭親事 我本來就想推了他 現在我千里條條而來 初來報到 他一不接見 二不關心 此著你財雄世大 看少我司馬銀龍 還居然用白銀來熟金鐵 只是分明看不起我司馬銀龍 將我當成什麼 當成貪財貪你的小人 真是欺人太深 不怪得 朝子玉他們說我外父不是好人 真是沒有假的 司馬銀龍看著那包白銀 就好像看著羞辱兩個字 他一步上前 接著那包銀 高高舉起 然後 好像黑衣翻舌頭一樣 出力掌握到地 他說 人貴有信 有貴重義 我這次來頭親 本來是想來退親的 怎知道外父竟然背信棄義 嚴貧外父 竟然要銀兩來到熟金鐵 分明是密視我司馬銀龍 好 既然是這樣的 我司馬銀龍就是不退金鐵 麻煩兩位轉告給外父知道 如果一定要小勢退貼的 就請外父跟我一起去開封府 任憑官段 沒了 段大鵬收起笑容 他說 豈有此理 你司馬銀龍真是不懂得抬舉 跟鐵 不過是張大紅廢紙 有什麼用 林彪掌用一百兩銀來贖他 直接是憶你發還財 都還不算是大仁大義 如果給著我 別說是一百兩那麽多 就算是五折 我都叩頭謝恩 好 你是想做出露鐵不打不得 好啊 就不要怪我失禮了 來吧 有 給我殺 是 即時擁出十幾個武士 圍住了司馬銀龍 這個是哭頸 那個是拉手 這個是屍衫 那個是屍衫 那個是守身 方太陸就生氣了 他大口一聲說 不得無禮 立即幫手打了一份 段大鵬和欣德成 看到點著把火 契弟走得摸了 打了兩打 林彥威突然走進來 大聲說 停手 大家就停住了手 好了 呵呵呵 你 就是我的愛勢 司馬銀龍 司馬銀龍 聽到有些莫名其妙 什麼 愛勢 打人 搶羹帖 就是對愛勢的見面禮 嘿 幸好是愛勢 如果是恨勢 那一進門就要給我一刀 司馬銀龍 我真是一頭霧水 他有時聽到林彥威說 叫客掌門 為什麼這麼無禮 誰這麼大膽來插手我的家事 啊 誰 是 是欣先生和段先生叫我們守他身 誰有此理 誰有此理 全部難給我滾出去 快點 呵呵呵 愛勢 你就怕了 啊 司馬銀龍見到林彥威這麼親切 開口愛勢 埋口愛勢 他心想 唉 不管怎樣也好 不能失禮的 他不好 沒有 沒得不像他這麼壞 於是 他就行了個禮 外府大人在上 請受小勢一拜 林彥威馬上扶起他 他說 無須大禮 無須大禮 起來 請起請起 然後 林彥威又吩咐 擺酒為延世接風 所謂 沒錢就怕見客 有錢就怕客來 很快去 林府中堂就擺好封城的酒席 林彥威採首席 請了府上幾位權師來作陪 林彥威喝了幾杯 用衣服擦擦擦雙眼 好像擦眼淚 然後 他十分感慨地說 好彩 黃天有眼 司馬家中梁有口 這麼多年來 老夫闖蕩江湖 雖然多方面打聽 但都得不到延世的下落 外面謠言有很多 誤傳說 彥威你已經死了 老夫一刻極不信 最生氣的 因為很多人紛紛上門做妹 要跟小女提親 因為一來得不到銀龍彥威的確實消息 所以就沒有答應到 今天見到延世已經長大成人 千里迢迢來投親 本來就是一件喜事來的 誰知恩奪兩位管家膽大妄為 居然背著我去做出些什麼 以銀贖貼 動武守身的事 唉 他是想趴走延世來討好那些官家公子 若不是我及時發現得早的 那豈不是被人說我 不仁不宜啦 司馬銀龍聽外父這番說話之後 他就信以為真 他心想 大戶人家的管家 很多都會背著主人貪圖私利 或許今天這件事 亦屬於這一類都未頂 那幾個陪客的權師 也都順水推舟 罵了陰陽線和生壽多幾句 這樣喝得差不多了 個個都有點雲陀陀了 林嚴威又說 賢世今天這麼遠水陸來到 真是辛苦了 老夫今天喝多了幾杯 有點累就不再陪你了 啊 禮人啊 有 你叫丫鬟春梅 將後堂左上榜 收拾乾淨來給司馬上公 賢世啊 啊 賢世啊 你好點休息一下先 明天老夫和你商量一下 在我間標局早份職務 然後 先商量和小女緣分的事 好嗎 多謝外父大人 唉 林嚴威真是抓到司馬銀龍的心思 司馬銀龍未曾開口 就說要跟司馬銀龍找份事做 那司馬銀龍來的第一件大事 就無非是謀職立業的 結不結婚他就好閒的 所以啊 司馬銀龍整個舒服了 那司馬銀龍的酒量呢 就一般的 今天應酬了幾杯之後 哈 不知為什麼 覺得那些酒氣特別厲害 上了頭 就有些頭重腳輕雲陀陀 林嚴威見到銀龍 有些飄飄然 他就說 春梅啊 後堂上榜 那些人都撿拾乾淨了嗎 那一個十七八歲的丫鬟就上來 就說 撿拾好了老爺 好 你扶司馬銀龍去休息啦 那春梅啊 就立刻上前扶司馬銀龍走 方塞陸就想說來幫忙 春梅就說 咦 你住在下堂 後堂不讓一般人進去的 我扶他就行了 不用你來幫忙 那司馬銀龍就想推開春梅自己走 哎 怎知周身都沒有力 腳步浮浮浮 就好像站了上大鑽盤那樣 走啊走不動 那司馬銀龍呢 就被春梅啊 就被春梅啊 扶責去後堂上房 那一來 他因為路途辛苦 二來啊 因為那些酒太厲害 那雙眼呢 就怎麼都不聽見了 好像用火柴枝都撐不開那樣 一踏下床 就睡著了 方蔡鹿呢 就被人安排了在下堂另外一間室 他滾來滾去就怎麼都睡不著 想著今天的事 一開始就是白銀熟跟貼 跟著就手身打架 林嚴威又喝酒家丁熱情見客 真是演戲這麼做 平時呢 師傅喝五六杯都不會醉的 怎麼今天 喝三杯落肚子就撐不順啊 難道那些酒真是落了梁山泊 朱桂經常使用的那種蒙汗藥 就這樣 方蔡鹿呀滾來滾去怎麼都睡不著 天日光的 他就爬起來 輕手輕腳 就去到司馬銀龍監房那裡敲門 那司馬銀龍就被敲門聲敲醒了 他擦擦雙眼 咦 覺得那些手指有些濕粒粒黏手的 他睜大雙眼看看 嘩 原來是血泥 司馬銀龍立刻掀開張皮 翻身落床 哎呀 糟了 枕頭邊還有一把黏著血的拖牛刀擺在那裡 那丫鬟春回赤身裸體 被人刺死在地上 司馬銀龍真是害怕 他大叫一聲 糟了 那門口 早就埋伏好有十五六個拳師 個個都是山東大漢 大隻雷雷手掛起展 嘩 聲下衝進來 三下五下二 就將司馬銀龍和方蔡鹿摘起來 那陰陽線和生壽都 也都不知幾時就進來了 陰陽線拿起枕頭邊的湯牛刀 他說 嘩 司馬銀龍殺了人 你們看 殺人的空氣都在這裏 大家看 看清楚 山壽都也很放肆地 在司馬銀龍身上猛地搜 好 最後 就被他搜出了一張大紅羹鐵 他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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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用啊 收得這麼密 如果是真心的 就來心點 等著和小姐結婚 為什麼要強姦丫鬟呢 欲火焚身失控啊 堂堂男子漢啊 說出去是笑死人啊 啊 既然是強姦了 可樂 你都留一條命給人了 嘛 終於殺了人 弟弟 先姦後殺 我想你自己都知道是什麼罪的了 啊 所以 這張羹鐵就沒用了 現在 本人 就代替主人收回 你不會有什麼意見啊 啊 啊 好啦 各位 間房要圓封不動 押兇手去開封府 等誤作來到延遲啊 啊 唉 人家就惡夢醒來是早晨 司馬銀龍今天早晨醒來是惡夢啊 他真是有口難言 有冤無路訴 方塞陸昨晚整晚想不通找不到答案的事 現在就一清二楚了 你是可想而知他生氣成怎樣 陰陽線和生壽都立刻寫了一張品帖 叫權師押著司馬銀龍和方塞陸一起去開封府 那虎穩顧一平呢 見到是趁家林嚴威送來的大案 就立刻派了誤作佬去驗師 那回來回報呢 就不用問阿貴 當然是情況屬實的啦 顧一平見到人證物證都齊了 嚴師丹呢又填得清清楚楚 就是簡單地問了犯人姓什麼名什麼住在哪裡 連過程都不問 就吩咐 將司馬銀龍和方塞陸打入死爐等候處決 顧一平回到有後衙門之後 趁家林嚴威早就在等他 顧一平說 趁家老爺 這個司馬銀龍還未曾死呢 是因什麼事又會去府上作案的 唉 司馬銀龍自幼浪跡江湖 老夫以為他早就死了 所以才與大人結尋盡之好 昨天的老人居然帶了跟帖來投親 今天即是拆枉我們兩家的好事 我都未曾知道怎樣打算 啊 怎知這個臭小子就做出一些減的事來 真是罪不可恕 望趁家大人重速處決 讓他正法 那國家恆審 我們兩家亦恆審 說完 他又拿了一千兩銀給顧一平 他說 這些小意思 給衙門上下的兄弟喝杯茶 顧一平接過銀子 他說 啊 事司馬銀龍的臭小子流浪多年 品性惡劣 賤色起心 奸殺人命 都可謂天堂有老他不走 地獄無門闖進來 呵呵呵 各位 兩個惡爺要看見殺人啊 還說得這麼好聽 哎 還說得好像好得正嚴明 那樣 正就是吃人不吐骨頭殺人 還要好口 國家有這樣的狗官 真是江山二敗 民眾遇到這樣的父母 真是百姓遭殃啊 各位 究竟司馬銀龍的性命如何呢 我們明天再講